同学们 开始考试吧 好的 老师 我的画一定会惊认全场 老师 我画完了 要仔细涂抹件变色部分 老师 我也画好了 那我来打分了 简直和食物裙子一模一样 米莉的画得90分 谢谢老师 努力的好孩子 你的呢 我的天哪 我让你画裙子 没让你画毛衣 你的画不及格 明明一模一样啊 米莉 你获得了这次 全球少儿比赛参赛名额 获奖可得十万奖金 谢谢老师 为了生病的奶奶和你自己 加油啊 应该获得参赛资格的是 本公主才对 可以想尽办法获得参赛券 对呀 给她来份大惊喜 被老师发现可就完蛋了 绘画大赛主持人 没人跟着你吧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弄到了 没有本公主得不到的东西 这些钱给你 好嘞 这么多钱 公主果然霸气 记住了 不许走漏风声 放心吧 有请下一位选手 是她 这不可能 莎莎明明没有参赛卷啊 分发参赛素材 你的素材是最优质的 你的素材 这什么呀 不想比现在就可以退赛 莎莎的素材丰富又优质 给我的却是一堆剩余破铺头 这偏心的也太明显了吧 哼 一 二 三 开始 这可怎么办 有啦 利用布皮叠加呈现更多色彩 这么快 这样就弥补了材料不够的缺点 完蛋了 我该做个什么样式呢 完全没思路啊 卡壳了 我得暗中帮忙 把著名设计师的图纸扔给莎莎 快接着 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什么 照做就好 明白 我做的一定得是最好的 好漂亮 这下我赢定了 照着图纸上的布皮颜色 稍微缝合一下就可以了 我做完了 色彩艳丽又精致 坐等拿奖咯 什么 细节处要认真处理 再收个尾就差不多了 好美啊 主持人大哥 快帮帮我啊 可成品已经快做出来了 对呀 黑备出马 看我雕走你的材料 我的真相和 收不了尾你的作品 就是个残次品 我看你还能怎么办 趁机增添亮点 有想法了 用珠宝金钱装饰 高调奢华 你输定了 不是没有用的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可没有材料 什么也做不了 鲜花 我知道了 冒昧借用一点东西 你要干嘛 借用一下您的鲜花 鲜花能做衣服 得抓紧时间 还干嘛呀 把鲜花做成小花朵 点缀在裙子上 裙子上半部分 还是有些空 舞台上的窗帘布 我想到了 米丽加油加油 把窗帘布 编成一个蝴蝶结点缀上 这样灵动多辣 绝不能让他赢 虽然我阻止不了他创作 那就从评委老师下手 李丽的作品太有创意了 各位老师 什么事 这可是南非最珍贵的宝石 只要你们为我打高分 这两颗宝石就是你们的了 好的好的 我们都为你投票 评选结果出来了 恭喜莎莎 获得冠军 主持人等等 画手大大 观众朋友们 莎莎一开始贿赂主持人 获得参赛卷和现成的图纸 又贿赂评委为他投票 他欺骗了所有人 暴露了 快跑 品行不端的人不配站在这里 不要 别砸我们 快跑啊 我想这个冠军应该颁发给 真正值得拥有他的人 你才是赢家 谢谢坏手大大 努力绝不会被辜负 绝处逢生让你赢得了比赛 谢谢大大 我会更加勇敢